洗袖子捐血去普悠玛翻车 韩国瑜第一时间就线上热血 去年二月华联大地震 韩国瑜也立刻冲到捐血站 推荐所有的好朋友来用实际的行动 来支援花莲的乡亲 每次重大事件需要捐血 都可以看到韩国瑜冲第一 就连竞选党主席时别人在拉票 他还在捐血啊 现在也需要韩市长呼吁大家 老定酒老咖一起来捐血 因为血量真的是有够缺 缺最缺的是在台北的地区 那台北中心的话呢 目前的库存A型 B型 O型都低于三天 这也是大概20年来 我们第一次遇到我在台北地区 这样的一个缺血状况 最缺的还是咱们韩市长的O型血 再来才是A型跟B型 只是像韩国瑜最近动不动 就只睡两三个小时 这样可以捐吗 睡眠要充足了 大概要六个小时才能够来捐血 那毕竟我们还是希望就是捐血人 然后捐完血之后能够健健康康 还是要睡宝再来比较好 因为太缺血了 部分捐血中心还延长营业 希望大家跟韩市长一样 常常来捐血哦 记者录一号无亲盈台北报道